我不是吉米的話 我可能就是還是變成一個揭插話的工作者 在我成為吉米創作之前是因為我生了一場重病 我得了一個很嚴重的癌症 非常幸運的是因為內傷並沒有把我帶走 還好藉由我去畫一些這樣的故事 它讓我忘記很多事情 在很久以前當有一些人告訴我所有的故事 讓他們得到一些感動跟力量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我嚇一跳覺得我怎麼可能這樣 它就是用它的想像力 然後在那紙上隨性的塗鴉 我覺得可能是更多抽象的形式 不要拘泥一個具象的東西 然後用它的感覺 用它去觸摸顏料的那種 過程也許去畫一些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圖像 可能會有很多驚喜 雖然很多人說 吉米你好會畫畫 甚至故事 可是你的心裡還有一種永遠到不了的位置 我覺得後來的解決方法就是不要去想那麼多 就去畫 就是去做 就是做下去 然後不要想太多 就是就畫吧 就畫吧 就畫吧 然後當你的圖像出來的時候 這些圖像會反過來 給你一些力量 就說 欸 這邊突然有個故事了 然後 我可能就不畫了吧 因為我也不知道 怎麼樣去 具象 或是 用 好像任何顏色 任何形象 都不足以形容那一個空無的境界 所以也許就讓它留白就好了 台灣畢竟是比較雅熱帶 所以我的顏色也比較豐富 我覺得很多成分是直覺跟當下的感覺 不同的色彩會帶來不同的情感 那比較 大家一般認為是紅色就是熱情 可能也會顯心 黃色就是光亮 愉悅 然後可能藍色就比較憂賞 所以基本上這些都是遵循著 一種要表達故事的情緒 會去設定 因為就像你在炒菜 或是煮飯 大概知道鹽巴 醬油什麼 所以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可以講 比方說地下鐵的小女生 他可能很勇敢地去走一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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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野心也沒有想像 然後我也不相信我可以成為什麼 我沒有野心也沒有想像 他可能很勇敢地去走一趟旅程 但是沒有改變的是 我可能一直對自己沒有很大的相信 過多的人來關注我的時候 我還是會害羞的 跟羞愧就是吧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沒有不是這樣的 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創作者 我會跟他說 你好幸運 一直很想去泰國 因為我知道我有一些讀者在泰國 然後在國際書展的時候 在台北國際書展的時候 也會有泰國的讀者來給我簽名 反正就剛好時間都不湊巧 但我相信一定會有機會去到泰國